大家好 欢迎来到车神的2023年球员回顾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赛季的卢卡冬季奇 冬季奇遭遇了职业生涯第一个下坡 也第一次经历了一个高开地球的赛季 在冬季奇2018年进入联盟以来 这可能是他第一次遇到真正的挫败感 过去四年冬季奇可谓是一年一个台阶 第一年也拿到最佳新秀 第二年直接打出28.8分 9.4版8.8注的精神数据 直接杀进一阵 然后在20岁到22岁这三年 三连一阵 同龄人完全无法忘记向背 连詹姆斯在这个岁数都没有办法做到三连一阵 季后赛冬季奇也是一年一个台阶 连续两年跟快产死磕之后 去年冬季奇带队直接杀进了西绝 而且他的数据从不拉胯 目前他季后赛打出了场均32.5分 9.3版7.9注的精神数据 整个MH历史上季后赛场均得分历史第二 仅次于敲单 在这个赛季之前 对冬季奇大多都是一面倒的吹捧 球迷也对他期望极大 冬季奇也是年轻一辈中人气最高的球员 无论是球衣销量还是全民性投票 除了季后赛暴露出冬季奇防后卫太慢了 积极性不够以外 你很难找出冬季奇太多的黑点 冬季奇也被寄予厚望 连续两年常规赛 他赛季初就是MEP赔率榜的第一名 以前冬季奇经常被诟病前半层减肥 后半层调整状态 而今年常规赛冬季奇上来就拉满状态 全民性之前 冬季奇各种高阶数据直逼约季奇 接近场均30分的三双 还打出60分20版石柱这种逆天数据 加上小牛的战绩那时候也能维持在西部前五 让冬季奇一度接近了MEP的讨论 那段时间冬季奇似乎是唯一能威胁到约季奇MEP的人 当时我也做了一期视频 对比23年冬季奇和19年哈登 当然我认为如果保持下去 23冬季奇是可以超过19哈登的 但是保持这件事的难度果然才是最大的 全民心后因为小伤和队伍交易来欧文配置大变 冬季奇的水平出现了起伏 无论是基础数据的三大剑 还是产量和效率 甚至包括助攻率都出现巨大下滑 前后判若两人 如果说全民心拳后的东碧棋绝对是MEP水准 全民心后的冬季奇可能就是一个若一振的水准 另外全民心后的冬季奇在场 防守效率也在下滑 当然可以认为没有了头号防守大腿 芬妮史密斯全队防守全无体系 不过冬季奇自己的防守态度也在下降 前半段可以认为冬季奇的防守这赛季有进步 尤其是协防存在感不错 甚至一度抢断率超过2% 成为抢断大身 不过后半段太累了 加上一直输球可能心态有点崩 冬季奇的防守也就没了 小牛一直输球是因为欧文来了吗 当然不是 欧文在前民心前后的水平完全维持住了 他的生死命中率不降反身 防守效率则比冬季奇更好 欧文的比赛风格和水平一如既往 抛开场外问题 只要站到场上欧文就是联盟最优秀的几个二当家之一 任何一支球队都需要欧文级别的副手 只要他不闹事 但是球队一直在输球也是实施 我们之前聊过 小牛后半段战绩差本质还是因为防守崩了 进攻他们依然维持到百回合120的高位 有东欧在 其实你完全不用担心进攻 但是也要注意到 东奇奇这个人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持球 你给他球 他就能给你数据和影响力 他并不是降拳提效的类型 所谓降拳提效这件事 似乎天生不适合持球大合 类似东奇奇哈登特雷扬威少这种球员 你越让他们抡效率反而越高 你不让他们抡反而效率低了 甚至不会打球了 你要让东奇奇厉害 就是要把球给他 这跟他身边站着欧文还是别的什么人 没有区别 首先我不认为持球大合的打法一定是错的 持球大合天生就是要持球 你让他们跟库里一样 全场奔跑找机会接手头 可能才是错的 想方设法 我让他持球提高上限才是正道 但是东奇奇的进攻 其实回到最后 本质是个体能问题 东奇奇这种打法是难以持续的 他必须找到用更少的体能 打出同等比赛影响力的方法 如果东奇奇没有办法 去做很多跑位接手头的工作 他可以做点别的 除了可以到弱侧 做点无球掩护 带走防守人以外 也可以试试去做掩护人 反正也这么胖了 起情大 而且近框守活也好 这是东奇奇从来没有开启过的比赛内容 他作为一个两米前锋 其实可以发展一些更多元的无球技术 体能和持球时间 我觉得是东奇奇最大的局限性 体能会影响他第四节的效率 持球时间太长容易废队友 布朗森在有没有东奇奇的情况下 水平的差异还是非常惊人 你让布朗森在小牛 绝对没有可能打出 今年季后赛这种逆天的水平 至于防守 同样是体能消耗的一部分 其实东奇奇认真防 能交出中等水准以上的防守水平 但是他大部分时候还是太累了 围绕持球大合舰队 要打造一支季后赛球队很简单 只要持球大合够强 但是打造一支冠军级别的球队 难度很高 东奇奇作为一个进攻大神 你要让他进攻最强 能用武爱当然是最好 妥协一点 可以有一个纯吃饼的五号位 这种情况下 小牛可以打出历史级别的进攻 东奇奇也能刷出历史级别的数据 但是这个联盟 投射和防守 大多数时候只能二选一 东奇奇并不像詹姆斯 你没有办法围绕他以防守建队 去靠体能打败对手 而且东奇奇一个人的进攻 已经很强了 甚至第二个主攻守都会出现边际效应 围绕东奇奇舰队的主要难度 并不是二当家的质量 而是角色球员的品质 能射能防说的简单 真正做到位的极少 我认为二二小牛 是相对围绕东奇奇舰队的成功案例 这些球员的类型是对的 只是配角的档次不够 但是档次够的配角 每个都是稀缺品 类似二二季后赛 霍福德这种级别的空间5 或者太阳时期的布里奇斯 这种体型投射兼备的球员 虽然薪水不高 但是联盟难求一人 而东奇奇需要的 正是这种独角兽类型的配角 芬妮史密斯投射好的年份 可以是这种人 一旦不准了 立刻球队水平下滑一大块 健康的东奇奇 再进一次分局决赛 我觉得并不是难事 契约欧文肯定还是有价值 至少至少 它可以让东奇奇不那么累 但是相比欧文 配角的水平 可能对东奇奇更重要 至于东奇奇自己 在减少持球时间的情况下 依然能打出影响力 是他下个阶段 要去思考的问题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